2023年9月8日,一部西班牙犯罪剧集,燃烧的尸体在奈飞上映 该剧一波引起全世界关注,成为收视率最高的剧集之一 除了狗血且复杂的人物关系外,根据真实犯罪案件改编,也是该剧的一大亮点 都说影视题材来源于生活,其实真实的故事比剧集更加精彩且残忍 2017年5月4日,一名西班牙运动爱好者在训练途中路径巴塞罗那的福伊克斯水库 发现一辆烧毁的汽车停在水库旁的林地上 他觉得很奇怪,好奇心驱使着他走上前看看 他发现车身被黑烟和火焰刻上了灼痕,金属外壳则因高温而扭曲变形 玻璃窗已经破碎,散落一地 由于无法分辨出车内是否有人,他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到现场 经过初步取证,被烧毁的汽车内无法检测出生物痕迹残留 后备箱中有部分骨骼残留物和一颗9厘米长的子弹 可能由于火势太大,已无法提取出DNA样本 但警方在骨骼残留物中发现了一颗印有数字的螺丝钉 法医推测,死者曾经做过骨骼手术 因为这颗螺丝钉在骨骼手术中常用来固定骨骼 有了这个线索,警方赶紧查阅了周边地区以及当地这一年内的所有手术记录 根据螺丝钉上的编号,他们很快查到了这是维拉市内的一家医院 在根据现场为完全烧毁的车牌,警方很快确定了死者身份 他就是10年38岁的佩德罗·罗德里格斯 更让大家吃惊的是,他竟然是一名现役警察 此时,法医的尸检结果出来了 发现死者残留的骨骼是躯干部分,并且颈椎部分有几处骨折 法医怀疑死者死于颈部造成的机械性窒息,并在死后被分尸 于是,警方迅速联系了佩德罗的妻子帕特里夏,想进一步了解死者近况 结果却被告知,他们已经分居了8个月,目前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佩德罗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去探望他们的儿子了 但他透露了一个新的线索,佩德罗现在交往了一名新女友 是她的同事35岁的罗莎·佩拉尔 2017年5月7日,当警方找到罗莎并告知佩德罗已经离世的消息后 罗莎泣不成声 等她情绪稍微稳定下来后,她表示愿意配合警方调查 罗莎告诉警方,5月1日晚上她和佩德罗因为小事有过争吵,最后不欢而散 5月2日白天,她起床后没有见到佩德罗 但她的父亲说,早上接孩子上课时看到佩德罗正要驾车外出 罗莎说,佩德罗做事冲动,不计后果 曾经有过三次因暴力执法而受处分的记录 去年下半年,因在高速蓝亭并殴打了一名超速的摩托车手而被停止降薪 罗莎最后提到,她的前夫卢本卡尔博正在和她因为女儿监护权的问题对不公堂 而佩德罗为了维护她,几次都差点和卢本大打出手 为了确定佩德罗失踪前的行动轨迹 警方开始对她的手机信号进行定位,结果发现了新的线索 5月1日晚上至第二天凌晨,佩德罗的手机信号显示在罗莎的公寓 5月2日凌晨三点以后,她的手机信号显示在福伊克斯水库 两小时后又出现在卢本家附近,之后便无法定位到手机信号 除了罗莎和佩德罗的手机信号 警方还发现有第三个人的手机信号在5月1日晚上10点20分到第二天凌晨1点15分出现在罗莎的公寓 她,就是罗莎的同事,37岁的阿尔伯特·洛佩兹 她为何会出现在罗莎的公寓?他们三人又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警方经过深入调查,终于弄清楚了罗莎、卢本、佩德罗和洛佩兹四人之间的关系 罗莎和佩德罗是维拉市交警队的警员 2015年底,佩德罗调到罗莎所在的交警队 两人被分到了同一个行动组 在共事的日子里,两人逐渐发现彼此的优点与默契 合作的默契使彼此间逐渐产生了情感的波动 2016年7月,两人确定了关系 那就是互为对方情人的关系 因为当时他们俩都各有家庭 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谈恋爱 佩德罗一直觉得妻子性格内向,生活单调无趣 而罗莎总能给她制造惊喜和浪漫 给她枯燥的生活注入一抹色彩 所以,佩德罗经常在朋友同事面前高调秀恩爱 2016年9月,为了让妻子同意尽快离婚 她放弃了儿子的监护权 之后,便搬去与罗莎以及她的两个女儿一起生活 佩德罗对孩子们视如己出,非常疼爱 所以两个女儿都很喜欢她 虽然罗莎和佩德罗没有结婚 但他们过着像夫妻一样的生活 2017年4月底 佩德罗收到了一条莫名其妙的警告短信 要她管好自己的女朋友 不要去骚扰别人 发短信的人就是洛佩兹 原来,罗莎在和佩德罗谈恋爱之前 就一直在和洛佩兹交往 2012年,罗莎和卢本刚结婚不久 两人感情非常甜蜜 罗本为人温和谦逊,很有爱心 是一位好好先生,也是一名警察 但爱好冒险喜欢刺激的罗莎 很快就对平淡的生活感到无趣 开始在身边寻找激情 洛佩兹性格奔放,爱好自由 除了是交警队的一名警员外 她还是一名业余拳击运动员 开朗外相的洛佩兹很快吸引了罗莎的注意 两人不久就走到了一起 这段感情分分合合持续了将近五年 后来,罗莎离婚了 她希望给孩子们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所以必须认真选择新的伴侣 相比洛佩兹的我行我素 佩德罗更适合做一个好爸爸 于是,在和佩德罗确定关系后 她减少了和洛佩兹约会的次数 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生活难免会发生矛盾 所以,她又开始想起了洛佩兹的好 接着,两人在佩德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又开始了以往的恋爱模式 也许是和罗莎吵架了 也许只是想炫耀一下 洛佩兹在2017年4月底 给佩德罗发了警告短信 此时,被停薪停职的佩德罗得知女友背叛自己 非常气愤 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佩德罗要求分手 但罗莎用尽各种办法挽留了她 虽然佩德罗留了下来 但开始对罗莎暴力相向 掌握了四人复杂的关系后 警方查到5月1号到3号 卢本因公出差 不在维拉市 所以,佩德罗的失踪与她没有关系 于是,警方逮捕了罗莎和洛佩兹 因为她俩的嫌疑最大 被捕后 罗莎和洛佩兹在警方的审讯中 相互指责 对方才是凶手 自己被迫无奈才帮对方销毁证据 罗莎的版本是 5月1日早上 她和父母 两个女儿以及佩德罗 一起到父亲的别墅度假 晚上 罗莎带着两个女儿返回自己公寓 把女儿安顿好后 和佩德罗在一楼客厅聊天 结果 佩德罗动手打了她 因为她和其他男人的私密照片和视频 被人泄露给了全队的同事 两人在争吵时 洛佩兹的电话打了过来 她听到了电话里的吵架声 晚上10点半 洛佩兹来了 她没有按门铃 而是翻越围墙进到了家里 她来到一楼客厅 从包里掏出一把斧头 然后让罗莎别管 害怕的她赶紧上楼保护女儿 大约一小时后 罗莎听到没有动静便下楼查看 她看到客厅只有洛佩兹 她浑身上下以及地板上都是红色 但佩德罗却不见了 洛佩兹命令她驾驶佩德罗的汽车 开往福伊克斯水库 到达后 洛佩兹从自己车里拿出两桶汽油 倒在了佩德罗车上 然后点燃了 罗莎说 洛佩兹妒忌佩德罗 单方面想和她恢复情侣关系 但她并不想跟洛佩兹在一起 因为洛佩兹不喜欢孩子 他们在一起没有未来 所以她没有理由杀死男友 之所以没有报警 是因为洛佩兹用两个女儿威胁她 但洛佩兹的口供版本跟罗莎完全不同 洛佩兹说 她在5月1日晚上9点40分收到罗莎发来的短信 让她马上到她家里来 说佩德罗对她拳打脚踢 10分钟后 罗莎又打来电话 哭着求她立刻到她家里来 说害怕佩德罗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 为了不打草惊蛇 洛佩兹翻墙进入了罗莎家里 当她来到一楼客厅 发现满地的红色 罗莎则坐在沙发上 衣服上有红色血迹 她询问罗莎 佩德罗在哪 但没有得到回应 此时 罗莎让她帮忙搬汽油到她车上 然后分别驾车到福伊克斯水库 到达水库后 罗莎让她帮忙点火烧车 她以为罗莎只是生气 才想烧掉佩德罗的汽车 她一晚上都没看到佩德罗 洛佩兹强调 虽然她和佩德罗曾有过不愉快 但远不到杀人的程度 最后 她受罗莎指使 带着佩德罗的手机 去卢本家附近转一转 此时 两人各执一词 都未说明杀人手法 以及佩德罗的头部和四肢所在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罗莎家的一楼客厅 是第一案发现场 可是罗莎和洛佩兹都是警察 他们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现场几乎找不到任何直接证据 但警方还是有所收获 他们发现客厅有一面墙的颜色非常突兀 后背证实确实是最近重新粉刷的 警方怀疑是为了掩盖血迹 警方还在罗莎卧室的衣柜里 找到了佩德罗的手机 并且罗莎的配枪少了一颗子弹 但子弹型号与佩德罗汽车后备箱的那颗不符 由于缺少直接证据 警方不得不从其他方面展开调查 交警队的同事说 洛佩兹曾在4月16日 问过一位关系很好的同事 如何彻底毁尸灭迹 同事以为他在开玩笑 随口就说 找辆车连人带车一起烧掉就行了 5月10日 洛佩兹跟巡逻搭档聊天开玩笑说 万一他哪天进了监狱 记得去看他 除了交警队同事的证词 最为关键的证词 来自罗莎的大女儿爱玛和他的育友 罗莎被捕以后 两个女儿的监护权就被转给了卢本 但由于卢本工作较忙 无暇照顾女儿 所以孩子的起居生活 一直由他的新女友安东尼亚在操办 安东尼亚说 爱玛告诉他 当晚他看见佩德罗打了妈妈 然后妈妈让他带妹妹回房间 不知道过了多久 担心妈妈的爱玛悄悄走出房间 躲在二楼的收纳柜后面 刚好看到正在上楼梯的佩德罗突然晕倒 之后就被妈妈拖走了 凌晨 爱玛起床上厕所的时候 看见妈妈从一楼上来 浑身全是红色 第二天早上 他看到妈妈在洗袋写的衣服 他问妈妈为什么身上都是红色 妈妈说这是他昨晚跟闯进院子的野狗 进行搏斗式留下的 跟罗沙同一房间的玉友向警方检举称 罗沙亲口承认他拿了佩德罗用来缓解被痛的止疼 要混在饮料里给他喝 然后趁他昏迷 用手勒死了他 等洛佩兹来后 两人一起抛尸 打扫现场 再嫁祸卢本 这名玉友说 罗沙喜欢以自我为中心 经常挑拨玉友间的关系 大家都不喜欢他 但罗沙反驳说 玉友说的都是谎话 因为他是警察 所以监狱里的犯人都对他有敌意 同时 那晚两个女儿不可能看到佩德罗 因为他们整夜都没有醒过 安东尼亚肯定是为了卢本夺回女儿的监护权 故意做伪证 警方根据佩德罗手术医生的证词 认为玉友的说法可信度较高 因为佩德罗在2016年做完背部手术后留下了后遗症 为了缓解疼痛 他每天吃止疼药 而警方在罗沙家中搜查时 没找到此类药物 此时 警方发现 罗沛兹曾给罗沙发过十几条指责他的信息 比如你毁了我的人生 一起去死吧 你出卖我等 警方一开始不懂这是啥意思 后经调查 原来 在2014年8月14日 罗沙和罗沛兹所在的交警队接到任务 协助治安组进行临时检查 罗沙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随机要求查看一名小贩的身份证件 可小贩突然推开罗沙 转身就跑 罗沙奋力追逐 结果小贩跑到距离地面 约20米的一处高台时 被罗沙追上了 两人打了起来 但女生的力气始终不及难生 罗沙被打得无力还手 此时 身强力壮的洛佩兹刚好赶到 一把抓住小贩甩到了地上 突然 小贩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匕首朝洛佩兹砍去 两人扭打成一团 结果 小贩不慎从高台掉了下去 虽然他们及时将小贩送去了医院 但抢救无效 由于事发地在郊区 周围没有监控录像 且只有罗沙一名证人 他作证说小贩在攻击 洛佩兹时失足坠落 与洛佩兹无关 最后 此次事件被认定为意外事故 洛佩兹不承担任何责任 原本 这是他俩的共同秘密 但洛佩兹觉得罗沙可能把这件事告诉了佩德罗 警方怀疑洛佩兹的杀人动机 是害怕佩德罗以后会威胁他 所以先下手为强 而罗沙的杀人动机更加明显 他与其他男人私密照片的曝光 以及出轨洛佩兹的事情被佩德罗知道后 佩德罗开始对他暴力相向 罗沙心生怨念 所以痛下杀手 最终 洛佩兹和罗沙出于各自的私心 联手杀害了佩德罗 而且洛佩兹常年叙洛塞胡 一直精心打理 可就在5月2号同事聚会结束后 他反常地踢掉了自己很珍惜的洛塞胡 警方怀疑 他可能意识到 在行凶时 胡须上沾染了佩德罗的DNA 2019年10月 检察官以合谋谋杀 分尸 毁坏尸体的罪名 对罗沙和洛佩兹提起公诉 虽然罗沙和佩德罗只是情侣 但两人保持着事实上的婚姻关系 罗沙谋杀亲夫 应当重罚 2020年3月 罗沙和洛佩兹宣告罪名成立 分叠被判处25年和20年监禁 并支付佩德罗死亡赔偿金88万5千欧元 虽然他们提起了上诉 但法庭维持原判 罗沙为保全财产 在判决生效前 将名下房产的50%所有权转让给了自己父亲 使得佩德罗家属未得到任何赔偿 因为西班牙法律规定 不动产若为多人联名持有 如需处分应取得全部持有人同意 而法院无权强制处理罗沙父亲名下的房产 赖飞根据这起案件 分别制作了电视剧燃烧的尸体和纪录片罗沙的字数 但罗沙和洛佩兹以制作方篡改案件真实情节 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 隐私权和肖像权为由 提起诉讼 要求下架两部作品 但法庭驳回了二人的诉求 说改编基于事实 不涉及侵权 之后 罗沙再次起诉奈飞 要求分享电视剧和纪录片的收益 因为制作方使用了他的肖像 他有权作为创作者之一享有收益 截止目前未有判决结果 2023年9月19日 佩德罗的家属提起诉讼 向法庭建议 如果将来罗沙在与奈飞的创作收益诉讼中获胜 希望法庭冻结这笔收入 用以抵偿罗沙因支付的死亡赔偿金 法院接受了这个建议 对于今天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忙点个赞或者点击订阅按钮 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照顾好自己 下期见